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锦州一县高台子镇桑土营子村 辽西活处交易中心的开集日 他叫石海燕 是桑土营子村村民 两年前 石海燕家还是村上的建党利卡贫困户 一家五口人 依靠几亩玉米地和丈夫外出打工维持生计 现在他家里已经有了70多头牛 去年依靠卖牛 他盈利了十多万元 小姑娘卖两只 全家家比较满意 养五个月吧 比原来还是价位好 那多了多少 一头牛多 卖个两三千块钱 现在桑土营子村 有70%以上的村民在养牛 年人均收入近十万元 桑土营子村从贫困到致富 靠的主要就是这个牛市 牛市从无到有 主抓桑土营子村脱贫工作的 高台子镇镇长鞭策 全程参与其中 而桑土营子村本身就是有这个肉牛养殖的基础 我们北街呢 蒙东加东南市长 南街呢 华东乃至于华南 同样的这个中央站的作用 村里的这个决定成为桑土营子村发展的转折点 立好了项目 镇里把可行性报告上报到县扶贫办 经过层层讨论最终申请到了200万元扶贫款 村里又凑了300多万元 把牛市建了起来 牛市建好了 还得找个牛人 韩松林 土生土长的村里人 年轻时在外创业 却始终牵挂着村里的发展 回到村里后 因为做事果断 赶闯赶拼 被广泛认可 2016年 他被选为村党支部书记 县里认定 他最适合当牛市的掌舵人 考察的时候到临溪 人家的市场 每天收入10万块钱 我认为要是有这个市场 肯定这些个经济人也好 养殖户也好 他牛要好卖 自从接手牛市 60多岁的韩松林 三年每天吃住都在牛市 他觉得 这是这个穷了几十年的贫困村 最好的致富机会 他必须得把这件事做成 准确的定位 让牛市迅速发展 下一步就该考虑 怎么让村里人有钱养牛 县里头利用扶贫资金 存到银行500万 然后做杠杆一笔十方大 银行就可以为广大平均户 以至养殖户 存放款5000万额度的 金融扶贫贷贷款 养殖大户想要贷款的话 他必须得给平均户 分红带通的脱贫 就是咱有些个刚起步的户 假设说他的资金不足的情况下 银行借的钱了 那么我每一个闲逾事件 要按家按户的做他们工作 跟他们讲法律意识 如果咱这笔贷款不还 可能影响到我整个村里发展 三年间 中国农业银行一线之行 已经为桑土营子村 放款近3000万元 没有一笔贷款逾期 越来越多的村民通过县里担保 成功贷款养牛 实现了脱贫致富 19年给这个村授予的信用村牌匾 从一开始我们由担心 到最后一点点变成对他们有信心 资源变资产 资金变股金 农民变股东 如今 一线近2.8万户农民变为股东 占全线农户总数的30% 建党利卡贫困户 基本实现了股东全覆盖 选好项目 集体创业 让一线不再因为贫水而贫困 中文道 还有 用